Hello 大家好 新角萌萌 我是JJ 那昨天的视频呢 受到了很多广大网友的评论与留言 那我看到有一条评论说 这个孙先生在中国已经被放出来了吗 为什么他的这些网络账号在频繁的发言呢 首先我先确定的告诉你们 中国的法律不可能放过孙先生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孙先生也不可能那么快的放出来 因为呢 他已经涉及到了刑事案件 相当于刑事案件 伤害人 属于一个很严重的刑事案件 除非他跟航友母已经达成了和解 并且呢 双方已经签订了这种和解的协议 才可能 可能会被放出来 所以呢 我觉得像他这种 还在发这些信息啊 包括在传播这些航友母的不好的点 包括他说航友母怎么样 大家一定不要去亲信他 并且这些都可能是他背后团队的人去发送出来的一些信息 所以呢 我觉得广大网友们 我们一定要抱着正确的态度去了解这些官方的信息 并且我们不要去轻易的揣测这些信息 那我相信中国的法律一定会给航友母的母子 包括航友母本人定很公平公正的裁决 也一定会负责到底 追查到底 不要乱传了 请广大网友们正确的看待这件事情 幻去相信别人的坏 也不要去贬低任何的人 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所有的善意一定能战胜这些邪念 我觉得航友母母子一定能够平安归来越南 并且中国的法律一定会给到他们公正公平的 一定会对孙先生采取最严厉的法律手段 请广大网友们一定要放心 Why drink? 聊天